分享一個我自己的案例 有一個上班族 他原本對他的生活控制都很好 他每天去上班都很有朝氣 都很順遂 然後覺得每件事都在他的掌握裡面 什麼都非常完美 有一段時間他的那個情緒 突然變得很低落 導致他晚上就不好睡 然後隔天也爬不太起來 就這樣子反覆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天他終於睡過頭了 爬不起來然後就遲到了 然後遲到了之後 他就開始覺得他自己的職業生涯 好像有一個污點在 然後不再是那麼完美的狀態 因為有這個污點在之後 他很想要把它抹去 晚上就會逼自己要早點睡 然後要睡眠 控制好自己的睡眠品質 然後早上一定要起床 他越想要去控制 他就越緊張 越焦慮 那晚上睡覺的品質就越來越差 那就落入一個 負向的循環裡面 他的主管就有意無意見說 你最近比較常遲到 完了他的世界就崩毀了 他覺得他過去一直很 保持一個完美的形象 那現在全部毀掉了 同時之後 他就陷入一個很崩潰的狀況 就是早上幾乎都起不來 然後晚上也幾乎都睡不著 然後就陷入在一個 這樣很負向的迴圈 後來比較幫助他的方式 就是慢慢讓他看清楚 我們人的生活裡面 其實不可能完美 我們每天睡覺之前 可能會留下一些遺憾 或者是沒有處理完的事情 那很無所謂 那就睡醒了再說 隔天的生活 或我們未來的展望 也不可能真的是 隨時處在一個完美的 總之就是 我們事情遇到再說 睡覺的時候 如果我們很聚焦在 過去的失落 或失敗的經驗 或者是我們一直在擔心 或對未來的事情 做擔憂的時候 我們也很難睡得好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是 聚焦在我們睡覺的那個當下 然後能夠讓自己放鬆 那放鬆的方式 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我們 聚焦在我們的呼吸 注意那個氣流 在我們身體裡面 這樣子遍布全身 那這個方式 就會讓我們專注在這個當下 而不會去 憂慮於明天的事情 或者是一直對過去 產生一些懊悔的狀況 那這樣我們的入睡 就比較容易 像我們覺得人是 有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睡眠 會比較緊張一點 像我們每次出國 如果早上八九點的飛機 會很焦慮 你知道就會怕睡過頭 怕吃掉 那這個東西 師傅常常會影響 就是有事情 對 對不對 那你們有事情 那是露營 或者還在熬夜 我就很舒服 但阿比你好睡嗎 我其實 你就算這個不正常 但是要睡覺 就是立刻睡 對啊 因為我就玩到已經 就真的 玩到自己沒睡 真的累了 就孩子一樣 對 真的就是貪玩 但是我工作從來不遲到的 可是跟朋友約 就是像剛剛那個心理師說的 可能就會 放鳥這樣子 對 因為我那時候 會請醫師 那朋友不照你的照片 不是 不是 就是他們也習慣 因為像最近有的時候 我晚上有在直播 然後因為直播是非常專注 很好神 所以其實下播之後 也會很亢奮 也沒有辦法說那麼快 沒錯 因為直播你在用腦 一直要跟對方要互動 對 要很專注 你要反應要什麼 所以直播下來更累 真的 直播完會虛脫耶 對 就整個人就是不要跟我互動 對 好 來 下一個什麼 花錢揮霍好快樂 繳帳單時只想罵自己 我剛好相反 繳學費只想罵小孩 學個贏女照幾次 就不然兩次 很貴 像我就是那種比較 我本身比較喜歡飾品 然後相片類的東西 所以只要經過 就是逛街經過那些 都會停留下來看這樣 但我又是一個 就是很嚴重的選擇 選擇障礙的人 我喜歡那幾個東西 可是我挑不出來 我已經開始問朋友了 甚至問店員 然後經過我的客人 就說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看 然後我就會 可是大家都會講 各自的答案 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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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選同一個 然後我就開始焦慮 我焦焦慮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蓬蓬包起來 對 就開什麼 明明是同一個款式的東西 比如說它就是這樣子 大的 小的 它其實就是大小的區分而已 這樣子 對 但是氛圍很不一樣 對 是不是 所以我一去那我買了之後 也沒有後悔 雖然看到上單的時候 看你的衣服不一樣 要這樣想 對 雖然看到上單的時候 會覺得 很想把自己捏死 我會證明它那兩年真的 賺到 沒有 沒有 可以直接選 那項鍊也是 可是它明明就是只是粗和細 然後Logo是完全大小一樣的 結果我也是兩條都賣下來這樣 因為我覺得 不是選擇障礙 就是 對 對 好可愛 請你就是選擇障礙 好 通常我們會陷入這種 選擇障礙的時候 我們心裡面通常都會 有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很害怕失落 我們怕我們選了A之後 我們得不到B的好處 我們選了B之後 得不到A的好處 所以我們就很難去拿捏 對 像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會給自己 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方式 在結帳之前 可以先設定10分鐘 給自己去思考 這個東西 你是真的是你自己想要還是需要 那如果需要的話 當然就必須買 那再去思考一下自己金錢的負擔 如果金錢負擔不過來的話 是不是有其他替代方式 給自己10分鐘去思考 之後再去做結帳這個動作 我們也可以在每個月幫自己設定 你每個月可以花的錢 假設我這個月設定自己 可以花兩萬塊好了 你告訴自己 你怎麼樣都要把那兩萬塊花完 你只要告訴自己 你怎麼樣都要把那兩萬塊花完 你可以 減少很多你的過度消費 跟無法抑制的那個慾望 因為你真的有一個 實實在在的一個扣打 是你可以隨便 你一定要花完 可是宇盒是設定20萬 怎麼可以 沒有 怎麼會 會不會很辛苦 對 他每個都被 對 再接一檔戲 分享一個我在門診遇到的案例 就是有一個先生帶他太太 就是到門診來 討論他太太常常過度消費 同樣的日用品買很多 像 少拔買好多支 好神托 好幾組之類的 各種清潔劑 抹布 什麼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根本都用不完 先生就很生氣 然後先生每次都會罵他 那一般來講就是 我們如果自己過度消費完 被罵完之後 我們可能就知道不要再這樣做了 可是那個太太就是被罵完之後 他還是會持續一直這樣的行為 後來我們就去深入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才知道他們夫妻的感情之間 有一點算是貌合神理 平常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交流 那會有交流的時候 就是每次先生回家 看到他亂買東西的時候 就會罵他 那罵他 怎麼這麼誇張會買這些 他就覺得有交流了 他想要跟他跟他互相 是他會講 罵我吧 罵我吧 對 那對他來講 唯一能夠讓他先生 把那個視線從事業 移到他身上的方式 就是回家看到這些 過度消費的東西 或者漲大 這過度消費 背後就比較有一個他的需要 需要被關注 需要改善這個夫妻之間的關係 那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通常這種夫妻關係 到最後可能不會有改善 因為大家都會把問題推向是對方 對方先生都不理我 或推向我老婆過度消費 這樣之後就比較無解 對 我現在其實已經過了 與和的那個盡頭了 我也跟麗婷姐一樣 我現在都不太買什麼 不要衝上名牌了 真的 真的已經沒有辦法吸引我 但是我很愛買保健食品 年紀到了 你什麼時候開始喜歡買保健 其實已經好多年了 而且是各式各樣的 就是各種微樣元素 而且她的作息很需要保健食品 對 當然妳真的需要 對啊 我每天吃超級多 然後因為像我剛剛講 我可能會玩象棋或是什麼 然後隔天如果真的要外景 通常都很早 對 可能早上六點 那如果我玩到可能三四點好了 就不睡 我怎麼睡 我根本沒辦法睡 我想說今天早點睡等你睡 一點還在床上這樣 眼睛更超大 然後開始想說怎麼辦 好怕起不來鬧鐘調一大顆這樣子 因為我還是非常熱愛這份工作 然後因為還是很敬業 就不能遲到 然後又不希望自己可能妝 氣色不好 對 因為如果說睡不好的話 沒睡覺 你熬夜去 我們會不會化妝 有時候化妝師就會說 妳為什麼今天很浮 很浮 然後妳的淚溝怎麼那麼深 或是妳為什麼今天看起來很暗沉 臉很浮中這樣子 只要所有的保健食品 其實基本上我都會買來試 保健美容我都會試 只要它標榜說就是 可以讓妳的氣色好 狀態好 或者是可以讓妳更好入眠 什麼這種我都會去 妳需要好入眠嗎 妳不需要 妳都靠近經歷 太多了 我需要讓我不那麼貪玩的 那個保健食品 需要強制入眠 對 強制關機這樣 然後反正我就是神農藏百草 我都試了 最近我就發現有一個 就蠻多藝人都在喝的一個東西 我今天有帶來 就是這個 喝的晚安安品 對 真的 他們都知道 就應該女孩 這沒有人不知道 對 而且都喝紅色的 對 這牌子很有名 前陣子有來台灣的孫一針 她都是喝這個 然後紅色這個是白天喝的 然後我今天帶來這個紫色 它是晚上喝的 因為它這邊有GABA的成分 其實GABA大家都很熟悉 幫助妳 對 創作入眠 對 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 穩定我們的思緒 然後讓妳不要這麼的躁動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睡前喜歡做一些 太刺激交感神經 太刺激交感神經的事情 太刺激交感神經的事情 對 可以喝喝看 因為她喝起來其實就是 現在她會馬上睡著嗎 現在她會想睡著嗎 現在她會馬上睡著嗎 現在她會馬上睡著 她喝起來就是酸酸甜甜的 紅石柳的味道 然後它比較特別 因為它裡面除了就是有 6000毫克的膠原蛋白之外 它還有含這個 兩種生態的雙生膠原 就可以讓我們更好吸收這樣子 然後像我自己 還有另外一個壞習慣 就是我睡前一定要吃東西 睡前喔 那妳還可以這麼瘦 我睡前一定要吃耶 我不吃我好像就會沒辦法睡 妳太餓了 嚴正華妳是來炫耀自己禮貌 我剛剛不是說 哪有熬夜的人進來長得漂亮 哪有這種 要喝 要喝 妳會那麼好 對啊 如果你也是嘴殘類型的人的話 就是可以把這個當成 睡前的一個果汁 對 對 很好喝 可以解解殘這樣子 男生也可以喝 對 男生女生膠原蛋白都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像我昨天 不是昨天 是今天 我今天好像六點多歲 因為我昨天在看那個 排球少年 超級好看 超級好看都不行 超熱血 現在不是有電影線耶 對 然後我就從第一季開始看 我就一直一直停不下來 妳真的是 乖乖美少女耶 完了 妳現在轉換我今天回去熬夜了 我跟你講 妳這個要帶回去 妳說熬夜 我睡覺前一定會喝 像你們常常會覺得說 是不是可能就靠醫美還什麼 但我真的平常都沒有在做醫美 哪個人是我這麼久了 看我長大其實我都長得差不多 妳就是天然美女啊 立直天生啊 對啊 老天爺對她太久了 要好好的 如果 這是挖東牆補西牆 如果你這個地方 就是特別的揮霍 那你自己要就是其他 要怎麼樣去 對 對 她算很聰明 起碼會懂得保養自己 對 就是至少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一些時差的話 那至少讓我們自己看起來 氣色比較好一點 比較明亮一點 補充一點營養品這樣 你還堅定一下 對 等一下 那這段你把它剪掉 是不是 你怎麼樣怎麼樣 立婷姐 立婷 摸了一下 真的十八歲 她皮膚超耶 真的十八歲 你這很不公平耶 你皮膚也很好 乃克也是保養得不好 拜託 我11點就碎 皮膚能不好嗎 你還好吧 應該啦 你活該皮膚好 是不是 真的耶 對啊 保養得真好 真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